雖然我們剛才聽到很多客戶的訊息 但在我們直播室進行的就是很多笑聲 其實都沒有停過 大家也很開心 不過要先說幾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抬頭這盤很漂亮的檸檬 這個水果的形象就是我們今年Sunshine Nation有用到的感覺 上面寫著Super Girls 當然要多謝你們的參與 謝謝 還有另一個好消息要告訴大家 亦都告訴Super Girls 就是你們那首拜台歌《愛情潛水》 剛剛上星期六在我們的C-Hit榜裡的排行 就是第五位 我們看看星期六這首歌的走勢是怎樣 先說回工作 我們最近聽到就是《愛情潛水》 第一首你們的拜台歌就是《Be My Love》 我想問這首歌是你們組成了多久之後 開始錄還是一邊做其他一些你們組合的東西 這首歌 有沒有記得嗎 很久了 很久了 很早之前已經錄了 9 去年 9月 十幾年前 9月 中秋至9月 那首歌已經錄了很久了 即是說那時候你們簽了唱片公司 就已經錄了這首歌 簽公司之前錄了 是嗎 然後到簽了唱片公司之後 正式就是Super Girls First Plug 是 那這首歌其實錄了那時候 你們有沒有說是初初是想怎樣用的 還是有這樣的計劃會出唱片 其實也是有計劃出唱片的 但那時候就不知道哪一間唱片公司 那個路向都好像現在一樣 都是想跳舞和唱歌 剛剛好就可以拍到 那時候你們本身都是喜歡唱歌和跳舞的 是嗎 是 對 熱愛 熱愛 很厲害 大家跳的舞蹈會不會有不同 之前你們組成一個組合 超不同 超不同 Aka是跳芭蕾舞的嗎 是 我跳芭蕾舞的 之前是芭蕾舞教師 所以由芭蕾舞轉到K-pop 那些強勁的東西 那種文化真的很難 所以我很想向Cheronna學習一下 那Hidy呢 你自己本身喜歡跳什麼 Hidy小時候學過中國舞和Jazz 其實也有不同 也很不同 有一段時間沒有練 所以筋都很硬 現在要重新拉 那學習對象Cheronna呢 其實我不是正式有學跳舞 但是我比較個人喜歡自己可以上網學 譬如人家K-pop那些 我會自己上網去跳 在家裡經濟 她的左腦很發達 對 我用她的左腦學 她的左腦很發達 她是超級有天分的 她是我們排舞 她看到排舞師跳一次 一次 她可以跟著她跳 還會比她更漂亮 跟排舞師的力度和法力 是一模一樣超漂亮 超級厲害 他們很喜歡誇張 所以是 哈哈哈哈 但是我相信他們說 是真的 機會你可以揭穿 好 跟得到 未至於漂亮 不敢當 我給你一個考驗 我又動幾下 看看你能不能跟得到 哈哈哈哈 好了 你喜歡自己去學習一些舞蹈 Yanny呢 其實我沒有學過跳舞 所以我一開始接觸這件事 也挺難的 因為真的不是很厲害 但是這個世界也有一種 才靈叫做 努力也是一個天分 而且很好 他們真的會教我 就算在休息的時間 也很願意花出來教我 嗯 所以都可以揭穿到 可以一直跟得到 對 希望會再進步多一點 好啊 Jessica呢 Yanny也是一樣 之前都不懂跳舞 對 真的很慢 就是一看到他們動 有些都會呆了 只有一個小小 怎麼做的 這個姿勢 之後會再問 我想問剛才那個是甚麼 好像有一個密碼 要他們解釋一條公式 對於跳舞的朋友來說 可能很容易會找到一些動作 或者舞步 沒有跳舞的除了 燈亮眼都不知道做甚麼之外 有時候會練得很辛苦 肌肉會很痛 或者筋 初期Yanny和Jessica 是否都有這樣的情況 會啊 還有很奇怪 有時看到同一個舞步 為何自己會做到這樣 對 我的手都是放在這裡 完全是兩個樣子 我覺得這麼奇怪 為何好像一點都不同 為什麼他們好像很帥 對 而且我們最初因為排舞師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筋很緊 然後經常都要我們拉筋 拍牆 然後腳這樣打開 然後她不斷按下去 很痛 很痛 我們是哭 我們哭得很厲害 Jessica是哭的 Jessica是哭的 然後她之後告訴我 她一直這樣哭 沒有那麼痛 對 她在我旁邊 然後我不斷地 啊 啊 然後一樓哭 Jawana 你和我這樣哭 會舒服一點 啊 不斷 我就笑了 然後Aka在我旁邊說 Jessica 我求你不要再哭 我實在太好笑了 我越笑越覺得痛 其實那個排舞師對你們都很嚴厲 嚴格 嚴格 我們跳錯了一點點 她就會馬上重頭再來 而且有時候會罰我們 誰跳錯了就全部一起做掌上雅 或者坐上去 所以我們就很害怕 除了跟老師排舞的時間 你們自己私下就要很努力去排 希望可以練好一點 所以難怪之前聽你們說 可能兩個小時的預約 即是跟排舞師一起練 可能你們會跳出三四個小時出來 因為可能跟著就自己繼續 自己有預約場 對 自己繼續練 好了 跳得那麼辛苦 肌肉那麼緊 或者那麼硬 你又要怎樣做 要令腳比較舒服 因為明天有排 今天排完之後明天有排 那你們會怎樣做 當然去按腳 按腳 即是腳底那隻 還是腿部 其實這也是我們小小的秘方 因為我們都要穿短褲子 也要穿腳 我們的秘方就是要去通膿巴 因為我們跳舞的壓力 經常穿在腳上會容易操 推順它就會比較尾 還會比較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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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方法 還是 另外一個就是阿卡教的 吊腳 吊起腳 即是在睡覺之前 或是無事做的時候 腳被動起來 吊起它 即是屑起它 大家先學習一下 雖然夏天也快要過 不過也有用 明天也一樣有用 你們剛才說 Be My Love 在你們正式成為Super Girls之前 已經錄製了 今年4月是Super Girls 進入樂壇之後 或正式作為今年的新人 你覺得面對著最困難的地方是甚麼 有沒有說記者會要求很高 或是很難應付 還是工作的壓力也很大 反而我覺得記者很疼我們 很好 但是我們受的壓力 是網上的人 對我們的外界 不是批評的 但是意見 因為剛剛入行 我們不懂得分哪些 要分輕重 我們就接收所有別人的意見 就不知道追蹤在哪裏 究竟自己是怎樣 究竟是你覺得我們做得不好 還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好 其實每個人都會經過那段時間 我們會藏起來不開心 甚至會哭 其實加上我們大家都覺得 一直以來大家都這麼辛苦 又去排舞練唱那樣東西 又放棄了很多東西 對 又放棄了很多東西 誰知道只剩下這樣的評價 大家會很不開心 最初都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覺得好像付出和剩下的東西 是不平等的 但是之後看法 其實就是要這樣 你適合起步 新人就是這樣 我們就 還有 因為香港沒有什麼女子組合 一開始 現在我們在這一年裡 都是第一隊出來 大家會覺得 你是不是要抄韓國 很多問題給我們 我們一開始看到這些留言 真的五個都很低落 但是慢慢我們看到一些網站 或者一些留言給我們 就說你們有進步 慢慢看到我們的努力 我們都很想 我們的目標是 別人看到我們 是比較肯定 是 我們看到我們的努力 唱歌 跳舞 其實這些壓力很多時候 都是自己給自己 我們太想別人看到我們的進步 我們很想他們真的會認同我們 不過我想歌迷或樂迷 他們是會看得到的 是懂得看的 所以努力真的很重要 我們也有看著你們的進步 特別是現場表演的時候 經過很多月份的彩排之後 已經可以去到一些很純熟和很自然的位置 我想這也很重要 最重要就是努力 我們剛才說了你們自己的群組工作 變買Love開始 跟著愛情潛水 剛才聽到我們已經上榜 在第五位 這首歌就是慢歌 跟你們出來的第一炮的形象 或者節奏其實很不同 這首歌的路向是怎樣選擇 是公司幫你們去決定 還是怎樣 是老闆選擇的 很開心 他很喜歡這首歌 其實我們五個都很喜歡這首歌 很喜歡 因為我們跳舞組合 整個碟裡基本上都是多數快歌 這首的慢歌好像是一個調劑 他的訊息很好 就是告訴別人 其實我們有時不需要一定要愛情 其實生活可以自己一個人都很舒服很開心 是 那就好 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